我是皮膚專科科惟治醫師 於安破卓育診所擔任醫療技術長 也是一位奶爸 每一個人的美都是獨特的 我的工作就是幫助客人 找到當下自己最舒適、最自信的狀態 創造屬於適合自己的美感 身為皮膚專科醫師 我認為健康的皮膚是一切的基礎 有好的皮膚打底 搭配合適的醫美輔助 才能維持最自然跟最理想的狀態 我是新將 我是耳鼻喉克醫師 時尚工作者 也是一位母親 常常看到身邊越來越多朋友 利用醫學美容更有效率地保養自己 讓我非常心動 說真的 我對醫美的經驗相當地少 因為工作比較忙碌 再加上生了兩個小孩之後 我可以停留下來 檢視自己的時間變得非常地少 但是最近在回顧自己的照片和影片的時候 我才驚覺 歲月已經在我的臉上留下了一些痕跡 有一種說不出的疲憊和鬆弛的感覺 我對自己的五官其實沒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 但是如果能夠透過一些自然的方式 讓我的臉部恢復緊實 整個人看起來比較精神一點 我會非常心動 我有遇到蠻多像新獎這樣的客人 本身的條件就很不錯 但希望可以讓自己的皮膚看起來更緊實 臉部一樣會出現鬆弛缺乏柔和感 針對這樣的需求 我會推薦鳳凰電波 它是目前全球最新的一種電波拉皮 哈囉 新獎 嗨 你好 請坐 謝謝 我一直以來的堅持 都是諮詢必須由醫師開始 因為求美者他有時候想做的 並不一定符合他的需求 最好在跟醫師充分的溝通情況下 他的需求加上我們醫師的專業 在溝通的過程中 我可以幫他訂定一個最適合他 也最能夠達到預期的一個治療計畫 鳳凰電波 他也是屬於電波拉皮的一種嗎 是啊 他是利用非侵入式的方式 將電磁波的能量傳到我們的皮膚裡面 讓我們的皮膚受到這個熱能的刺激之後 會膠原蛋白新生 讓你的皮膚慢慢的變緊實 找回皮膚的彈力 基本上這個治療它是非侵入式的 所以你隔天要上班 或是做日常的生活 都是沒有問題的喔 我有聽朋友說 原本的電波拉皮就很不錯了 那麼新的鳳凰電波有什麼差異嗎 鳳凰電波是現在全球最新一代的電波拉皮 跟前一代的電波相比 就像iPhone7跟iPhone11 升級之後它的科技更先進 能夠更有效的將能量傳到我們的皮膚裡面 所以除蚊頸腹的效果會更好喔 除了機器本身很好之外 醫師的經驗跟技術才是最重要的地方 我會根據你臉部每個地方老化程度不同 用特殊的手法去加強跟治療 讓整體效果更好 科技師我想問到底會不會痛啊 電波拉皮它的原理是 用電磁波產生熱去加入我們的皮膚 所以在施打的過程中間 你可能會覺得有點熱熱 甚至有點痛感 不過現在它新一代的一個 震動的減痛方式 跟在治療之後呢 會噴灑一些冷媒 去降低我們皮膚的不適感 加上現在新一代的瘋狂電膜 它的探頭面積加大 所以治療時間有縮短 所以很快就打完囉 因為我自己是醫師 所以我在選擇醫美醫師的時候 會格外的謹慎 科醫師追求自然的理念 和我對醫美的期待 其實非常的契合 在諮詢過程中 除了聆聽我的需求 他也會細心的觀察我五官的比例 和整體皮膚的狀況 全程是沒有壓力的 此外科醫師在臨床上 使用電波拉皮的時間 已經超過十年 同時他也是美國原廠的講師 經常和美國原廠交流 最新的治療技術 所以我可以很安心的選擇它 包包可以有很多個 但是我們的臉只有一張 投資在自己的臉上 可以享受到慢慢變美的快樂 我決定今年少買幾個包 把我的時尚預算 投資在鳳凰店鋪上吧 早安 終須參與 感谢观看